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九龍城 難道吃泰國菜或潮州菜? 也不是 今晚的目的地在這裏 之前有九龍城街坊帶我來吃 味道不錯 所以現在不絕再來Ancore 認識狀王 氣氛輕鬆自在 感覺有幾分像法國的Bistro 老闆是廚師出身 之前是Riscounting工作 比起Sardina 這個餐可以自選一款頭盤 三款小食 兩款主菜 更容易試到餐廳的招牌菜 頭盤選了廚師沙律 有煙沙文魚 煙雞柳 和餐廳自己的煙燻牛肉 煙燻味很香 加上黑醋、腩油和芝士 很精神 小食五選三 炸魚手指炸得不錯 不會油膩膩 點辣羹醬多清新 水牛成雞翼好惹味 不太辣 番薯條甘甜香口 吃完好想喝一杯白酒 這款有西柚味和花香 酸度正好清香味淚 主菜選了這款 紐西蘭的青口多大隻 軟環無渣 鹽肉鮮甜 自家製的番茄醬好鮮味 配菜又宣重多士 最欣賞旁邊的香草醬 以傳統用新鮮羅勒 從子仁和八萬神芝士等打成 好香濃 另一款主菜叫戒指雲吞 餡料是免治菇菌 食的時候一定要多點醬汁 醬汁用白酒、忌廉 加三種菇煮成 吃起來又香又滑 好正 這個餐雖然沒有甜品 但以上是二人份量 吃完夠飽 這裡環境 舒適不逼夾 適應有禮 來了兩次 食物都有水準 每人三百多 以西餐來說 CP值很高 以後來九龍城 又多一個好選擇